或者他會額外給你其他的工作 這樣就不會覺得你在這裡浪費了時間 另外我來到就覺得這裡的環境很好 因為他提供了很好的一個學習環境給我 那些老師都很熱心 還有跟學生都一樣 跟香港的那種教育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那就來到讀大學 那一定是關於你之後做事 他見到這裡有不同的出路 譬如你可以做老師 可以做空中服務員 還有有不同的公眾可以選擇 那你來到日本如果你英文好的話 那你就一定有你的優勢 那就令到你可以選擇到不同的公眾 那初頭我來這裡是想做這個空中服務員的 因為他有很多這個畢業生都是從事這個工作 還有另外我就發覺原來在這裡做這個機師都可以的 因為他這裡當你畢業之後 有其他不同的專門學校可以讓你讀這個科目 那所以我也是會在這方面發展 還有現在就先學好英文 那這裡你每天都可以跟外老的老師聊天 可以令到你的英文進步的空間很大 那我覺得那麼多位未畢業的同學 那你就可以嘗試一下日本大學升學這條路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人都喜歡日本的 那香港都有不同的機構讓你去日本大學讀書 那你可以嘗試一下 那你不懂日文不重要 因為在香港的時候都會學到一些日文的錯線 那你來到的時候 那你跟多些人聊天 那你自然就學到這麼多的日文 其實一年以內你的日文已經可以 跟正常日本人差一點點 但是你都可以學到很流利的日文 那你來到日本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學到很多日本的國外話 那就不單是動漫那些的 那你來到日本你都會感受到 日本人和香港人不同的一種氣氛 那他們對你 不同的香港人都會很親切的 那我在這四年裡面 我都會盡自己的能力 那就做好自己 可以在日本下都很好的工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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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